欢迎大家回到澳门电台EP43 我们今集来讨论一个问题 女朋友做什么会令你开心的呢?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大家都安静了 没有任何东西 应该说她做什么可以令我不开心 我想得快一点 突然说做什么要令我开心 我真的一时间想不到 说一下不开心 说一下不开心就说了一些开心的东西 你从不开心里面不开心 倒转就会开心 删除了 你有什么令你不开心? 昨天也有发生的 你女朋友还是老婆? 还是你两个都有呢? 女人 包括妈妈 因为我前几天买了一张新的冰档 不是QP那种 是真冰档那种 因为我家的床头 就放了很多冰档 就是目测可能20个 我就把冰档换进去 然后就收走另一张冰档 把冰档放在冰档上 那种数仍然保持20个 因为我想我老婆也是数了 数了一张冰档 因为她昨天回来 看了一个冰档很久 然后就跟我说 我觉得有些东西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 然后我说没有不同的 然后她就说 我看到了那个男人 你之前明明不是男人 是女人 为什么现在变成男人? 然后她拿了一部手机 就拍下那张照片 然后就说 你很狡猾 我先拍下 下次回去对比一下 我就知道哪一张不同了 然后我就问她 那张照片放在哪个资料夹上? 是不是只放在手机上报? 然后她问我 你想做什么? 然后我说 你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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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那时候就想着 问她收到哪里 那我下次买了新冰档之后 我就说到她的手机 拍下新的那张照片 她就不知道 对比完之后 这张照片也是一样的 但是好像她应该知道 我在想什么 怎么会不知道啊 大佬 好像没有生气你 是新型的 有没有生气你? 没有 我觉得像是灑花枪 对了 还有 对了 我见人装修 还有是你做些东西 令到她生气的 不是她无故地生气 你说她无故地买 我喜欢的模型 我说得很明白 喜欢Iron Man 蜘蛛盒那些 所以她买冰档给你 你就会开心 也会开心的 其实如果她买个模型 你就会开心的 是的 之前她有一次 疫情没有的时候 她去日本 然后她有买个海察王的模型 但不是买那些 很大的那些 是买那些 只有一只手指那么大的那些 那你可不开心 你新戳她的手指 就知道那些模型有多大 除了是路飞 不是用那些什么形态 是路飞用那个 捉住嘴的那种 我心想 这是什么 然后她说 这是主角 很贵的 然后我心想 你可不可以 要不你传一张图 让我问一下我买这一只好没有 那我觉得可以了 你就不买了 后来她也是生气的 因为那时候和朋友开了夹公仔店 她那种模型我连个盒都没炒 心想不要浪费 先进去找钱 然后第二天真的被人夹走了 然后我老婆第二天就走过去 她认识不知的时候 又回到店铺查那部机器 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 我说那种模型没有了 你说放在角落头 不会被人夹到的 现在被人夹走了 然后她说是吗 那就赚了钱了 可以换多少钱回来 然后她生气了我 她一定生气你 这个送给你 你拿去给人夹 但在我的角度 她真的不值这个价值 也没办法 这个是你有些问题 两件事都是你做的 她送一些很不喜欢的给你 你也是要收住的 就是这些求生欲 也是的 我后来想起 我应该是 就算夹走了那套号 应该是立即去换具店 找回差不多样子 然后就放回来 去买那给我 你就是不应该放在那里 被人夹了 按回这个 反面格 是否应该 男朋友收到女朋友的东西 一定要保持住 女朋友会开心 我得要 现在不是说 女朋友做什么开心 如果女朋友开心 她对着你 什么都会开心 嗯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说 可能她有一些小惊喜 或者她送给我 是贴重我喜欢的东西 我会开心 她有没有试过 没有 特别很快 我们这个也未必有人试过 反正她如果 买到你喜欢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挺开心的 应该怎么说呢 就像我老婆那样 她常常都不会说 例如生日 或者送圣诞礼物 那些送礼的节日 她常常都想不到送什么 但我心里想 明明就是 可能大家相处 或者常常逛街 总会有时候看到什么 喜欢 停下看一会 其实那时候已经知道 你喜欢什么 但你有没有想过 譬如你停下来 都是看模型的东西 会太多 有没有想过 因为那次她送了模型给你 然后你去被人夾 然后她以后又不送给你 有没有想过 是因为你的原因 没有 因为我认识她 认识她 认识她 她不会这么计较 只不过她真的想不到 不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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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做什么 会令你不开心 就是如果她常常查你 我都会觉得很不开心 不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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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计较好些 你也挺烦 你先说一下 我所知的 她计较太多 我又会不开心 但她不计较 我又觉得她不紧张 我觉得适当的计较 不计较 不计较 不要一就二 中间有些走赞 是的 你不要疯狂计较 好像一天要早午晚餐 然后 你的程度是去到哪里 大概是怎样查你 我想去查的时候 她就查 很难 你心里有条虫 你传个短信 你现在可以查我 然后你快去查我 那我问一下阿力 你觉得女朋友做什么 你觉得挺开心的 给你私人空间 例如你想做的事情 例如打电影 看电影 不会烦你 或者你做的事情 她陪你在旁边 不会问那么多 例如你看电影 打电影 她可能坐在旁边 看你问 这个是 不会问你 为什么那个人 跳上去 可以跳两下 为什么那个 是电影的人死了两次 不会 看波 没有问你 什么是愿怀 说完都不明白 可不可以再说一次 什么是愿怀 愿怀按摩 对 我也很认同 如果你有这样的时间 去打电影 其实也很难得 你不要再问你 为什么你有时间打电影 你不陪我 你就很无奈 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她这个问题 她可以明白到 这个是你自己的私人时间 但是你有私人时间 不代表不爱她 不喜欢她 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是 我有些时间上来拍拖 但是有些时间上来 自己有些娱乐 如果她明白到这一点 就非常好 还有你说 如果打电影 肯坐在旁边 静静地 欣赏一下你打电影 其实打一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 她坐在你旁边 其实男人应该都 好门中五类朋友 可以的 所以不用打很久 不用打小时 阿榮你打电影 你老婆没有试过坐在你旁边 看你打 有的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打小游戏 即植物大战丧丝 也很少 这个游戏 神魔之塔 转来转去那种 就是我打一局 打完之后 就把手机传给她 也会一起玩 也很好 就是会一起玩 但是呢 好像Switch 里面都有些单人机 她就会不喜欢 因为我之前玩过 撒尔达传说 是吧 是 我很沉迷的 差不多每天 那时候是每天打十多个小时 然后她会觉得我 只顾着打机 忽略了她 嗯 这些说话 好像听到 谢霆锋的老婆 张帕芝也是这么说 就是试图 沉迷打机 不理另一半 但是她也有事情沉迷的 她看电视剧 一看十几个小时 即是说 我试过 早上起床 她已经在看了 当然 早上不是很早 她说可能下午 一点钟 接着她已经在看了 看了晚上 凌晨三点 还在看 即是好像 即是四十集的电视剧 她可能要一两天 就要看完 即是她是那些工作狂 所以一部剧 就一百不可收拾 即是一定要一两天看完 否则她会觉得很难受 那些 那或者你可以陪她看一两集 未必是看完全部 我看了一下 她回到房间睡着了 那她也会觉得开心 即是回头 你打机打十几个小时 她可能会陪你一两个小时 其实不需要陪我 即是切我的水果 拿过来 放一些零食 拿水过来 我觉得OK 陪我会有点压力 就像我一样 不知道要调查她 或者跟她聊两句 也对 那K呢 我觉得 我这个比较哲学一点 就是 你不要什么都向 负能量的方向来想 即是我打机 就是因为 我觉得女朋友很麻烦 我不喜欢这样 还是说 总之 你什么都凡事 可以向好那方面想 不要想到 我做这件事 就是因为 或者讨厌你 或者嫌弃你 其实这些很简单 你只需要 即是反过来想 不是这样的 她只是喜欢打机 喜欢有个时间 自己独处一下 没什么 如果她能够 可以正面一点 去想我们关系里面 发生的事情 就已经很OK 即是说实际 如果 我是这么恨你 就不会跟你在一起 对吧 但是不知为什么 很多时候 拍拖的女朋友 就硬是很喜欢 有一种 无事生非 避害幻想症 即是 你准备要出轨 你这个世界 有很多诱惑 全部都在诱惑你 对吧 你问我 有没有她说起什么说话 你不开心呢 她经常都说一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 我刚刚睡醒了 我应该没有听过你老婆说这句 哈哈哈哈 打你了打你了 打你了 陷阱屁 说一句说话 就是说 我刚刚睡醒了 我梦到 你出轨 你有外语 我心想 你梦到也可以 都可以这样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认为 她是警惕你 叫你以后 你想也不要想 是一个警惕 你梦到也有关我事 你不要这样子 你这样子 其实我明白的 她们说这句是想 你哄一下她 然后拿着安全感 是的 但有时我想 跟她们说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 有时机 刚刚睡醒了 你明明有点燥底 刚刚睡醒了 你还要这样说 这些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认你 你说如果是 我心情很好 你已经陪我打机 打了两个钟 说一下这些 我就适当哄一下你 大家懂得做 你突然起床 我跟你说 那些东西 你也要做 下次再起床 我梦到三上又下 是的 你也要吵 什么意思 其实她不用刚刚起床 其他时间也要吵 哈哈哈哈哈哈 她睡觉时不吵 或者我也听过 一些朋友说 好几个 和我女朋友 整天都是玩的 最后她发脾气 不可以好头好尾 你下了一整天的心机 你也会很吵 这个我也认同 我也经历过 玩了整天 很累 车出车入 然后到最后 先来 有些小事 吵架 我自己认为 是会破坏了 那天的记忆 整天的心情 你本身那天的记忆 是很美好的 你去哪里玩 但是你最后 发生这样的事 你回想那天就是 吵架 玩完吵架 也是吵架 也是不好的一件事 这个CP值太低了 你可不可以等这件事结束了 才吵架 那件事是 你刚才说 浪费了整天的心机 原本整天的心机 就是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 一加一加一加上去 加到五的时候 突然之间 变了负数 甚至是零 之前的累积 整天就没有了 但是其实有时候 会想到 她最后发脾气 不知道为什么发脾气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解释 很小事就发了 我觉得大家可不可以互相体谅一下 有时候就很欠缺这个体谅 有时候她们情绪到 就真的爆了 因为之前有试过 有一部戏 我是很期待看的 期待了很久 当然跟女朋友去看 之前 但是她偏偏是 开戏前十分钟 然后找了些东西来问我 然后就吵架 你明白吗 就是 虽然看戏大家都不出声 不会有什么交流 但是你那个 心情 好像被一些东西繁扰 旁边的东西又好像很不妥 整场集中不到精神 我觉得简直是围造那部戏 我就是想自己再看一次 等心情好 再看一次 但是你再看一次 第一次又没有了第一次提到 你未知的剧情的感觉 这件事就很辛苦 有时候 如果那件事不是那么急 你可以等一等 看完那部戏 比如你觉得我会出轨 你可以看完那部戏 才问我会不会出轨 对不对 我也是在你旁边怎么出轨 这部戏的时间 你可否先看完 忍一忍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出轨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你可以为了男朋友 有些不太重要的事 你可以先换一换 你先看一看 大家现在在做些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女孩 还是男孩 也会 有时候不要自己的情绪 突然之间爆炸 或者突然之间就吵架 其实这些是不好的 因为我对方 都需要 take care 你的感受 或者照顾 如何开解你 但是如果经常都这样 很难受 我试过有一次 就是见到一些朋友 他们发脾气 原因就是 那个男朋友过来找那个女朋友 其实很开心 大家要见面 但是那件事就是 他女朋友发脾气 就说 为什么突然之间来找我 你不可以早点和我说 你突然之间找我 我没有预备到 我现在和朋友在聊天 那你就打扰了我 我心想 如果我给了我 但是他是在你的朋友面前发脾气 是啊 那很难看 不是 他的男朋友未来到 他打电话和他说是来 就是在电话上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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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什么 阻止阿姐聊天 那些 哦 我觉得 那你要不要 他这个情绪 真的控制得不好 你可以跟男朋友说 我现在和朋友聊天 总之我现在要晚一点 是啊 他说完再晚一点 他再冲上来 就才说他 是啊 因为在我的角度 我知道他两个做事都很忙 他男朋友应该是很开心 现在有些时间 就立刻衝过去找他女朋友 但我感觉到他女朋友 完全是没有这个开心的心 他不是在做事 他在聊天 真的 哦 我真的觉得他没有那么爱 这个男生 认同 我刚刚就是想说 如果真的拍很多 戀爱露那些女生 他能不能跟朋友聊什么 男朋友一来就说 好 拜拜 就先了 你没有听过女生拍拖 没有朋友的吗 就是因为他 基本上他们都不会理会这些朋友 因为他们觉得拍拖很棒 男朋友都来 应该是说 他来找你 你应该是感受到 他想见你的气氛 或者是他终于做完事 就立刻第一时间找你 你应该开心才是 这个时候他居然不开心 我就是没那么喜欢他 我会重新思考 他是不是觉得他很烦 他觉得见他男朋友 只是一个负担 你重新思考 观众也思考一下 我们今集到这里 OK 喜欢看就记得给个like 和订阅一下我们 谢谢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 拜拜